东北的爷们大嗓门 东北的姑娘叫老门啊 东北有一对小兄弟 唠唠青天的神 东北兄弟节目相当给力 都今年北京了见着问题 东北兄弟每天和你相亲 今晚节目也能给你欢喜 瞅啥呢哥们啊 我们是 我们是 东北兄弟 空姐深夜撒车遇害 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为什么男生过了热恋期 就不像以前一样对待女生好了呢 听听大伙怎么说 以前天天都有早安晚 然后现在就是都 消息都不秒回我 真的是四个字在形容 你龙我龙 滴滴四季接大伙 乘客到达之后却逃了单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关注东北兄弟 东北兄弟 欢乐相聚 大家好又到了我们 东北兄弟的时间了 又到我们小哥俩跟大伙聊聊天了 今天开头的话题 可能稍微有点沉重啊 咱们就说说实际下 非常热门的就是 关于这个21岁的空姐 打顺风车遇害的事件 是 想象得到啊 可能很多朋友通过铺天盖地的网络报道 已经了解这件事情 是这件事情是否到此就能告终了呢 还有很多的问题 就是值得我们申请的 对不对 咱们先来通过一个短篇来复盘一下整个案件 21岁空姐深夜打车遇害 山东济南的李先生称 5月5号晚 女儿在郑州航空港区搭乘了一辆网约车赶往室内 6号 李先生给女儿一直打不通电话 于是报了案 据李某家属的朋友介绍 乘车不久 李某曾微信和同事说司机有些变态 说他漂亮想亲他一口 8号 警方告知家属李某的遗体被找到 据河南都市频道报道 民警告诉遇害者家属 网约车司机身上携带凶器 作案后潜逃 10号 翔鹏航空发布声明 确认员工李某搭乘网约车在途中遇害 弟弟也发布声明 向李女士的家人道歉 弟弟公司给予最高100万元奖励 向全社会公开征迹线索 寻找该工姐当晚乘坐的顺风车司机 刘振华 正值青春年华却遭死不幸 动新闻君在惋惜的同时 给你一份搭乘网约车安全指南 打车时不跟不认识的人拼车 因为很可能司机和这些看似拼车的人是一伙的 上车前最好给家人朋友打电话 或者截屏说明网约车车辆信息 交代清楚网约车型车牌以及上下车地点 上车后注意观察自己的外貌及特征 晚上约车时尽量选择女司机 坐车时不要险裁 尽量不要携带金银首饰及现金 尽量坐在司机背后 最好不坐附下位置 此外乘客要随时注意行车路线 发现不对立即提出 刚才片子结尾当中也给所有的广大女同胞打车的时候提了一个醒 你发现没有 但凡是这类案件发生的几率最多的都是在晚上 而且最多的条件都是女乘客就这么一个人 而且以前的相关的新闻报道也是屡见不鲜 但为什么还是有女性乘客 就不以为然的 的确在夜间乘车的时候 每个人都应该有一种安全的防范意识 这个咱们先撇开不说 因为这个事件更多的引起大家的一个关注是什么 就是滴滴顺风车的司机的审核集 这是第一个安全的因素 第二个因素就是网络数据 咱们先说司机审核 司机审核 你做过这个滴滴 要问我了我一猜就猜得到 对 我就做过滴滴司机 有时候上下班 你看允哥我也跟你闹过 上下班又是怕寂寞 我也愿意接个顺风车车单什么的 稍稍活 其实滴滴顺风车 它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 但是在审核机制上 我也认为存在着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当初我在注册的时候 我还在想 我是不是应该上某一家公司去拍个照片 他给我颁一个什么证明 拿这个证明 然后我去开这个车呢 不是 我只要在手机的APP上 简单的输入我相关信息 比方说我的车架号 我的驾驶执照 拍张照片 就可以了 甚至有的网友说 如果我是一个女司机 我用我老头的这个相关的信息注册 照样可以审核通过 而且没有任何的相关这个培训 也就是说 车和司机没有办法 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审查机制 它俩是统一的 没错 所以说 截止到目前呢 也就是本周啊 这个滴滴公司也表示了 我这个顺风车这个项目 在时不算下线 我调整一下 一个星期之内啊 是不接单的 然后调整完毕之后 再给所有的这个观众朋友们 一个满意的答案 也就是说滴滴本身在 反思自己在体质上的一些 存在一定的漏洞 没错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关于安全的 就是一个网络数据的一个 网络数据的一个事 很多人就说说 打这个顺风车挺有意思 打完车之后啊 相互之间 乘客与司机之间 会有一个评价 就像咱定外卖式一样 你给我来一五星好评 对吧 他这个除了有这个五星好评之外 会有若干的标签 比方说 说你驾驶很稳呢 说你是男神呢 比方说说这乘客 长得很漂亮啊 穿了一个漂亮的裙子 它有若干种标签 而且有很多的网友说 实际上司机在接单的时候 就能够对这个乘客 做一个80%的评判 他有相关的资料显示 你是做什么职业的 你的年龄是几零后 对吧 然后你这个人笑声甜不甜 美不美 甚至我们还在网上找到了相关数据 说有一些相关的评论啊 是非常露骨的 比如说给大伙举举例子啊 说说吧 比如说她是一个安静的美少女 再比如说 美女下车时丝袜容易走光 看得让人想入非非 你看这样的语言都拿出来了 与此同时还有相关的数据显示 顺风车的入口页面 会有一个免单的功能 就比方说我拉你 我觉得咱俩落屏好 我最后给你免单 我不要钱了 对吧 这种免单 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几率最高呢 第一 什么时间愿意发生呢 深夜的22点到23点之间 你想 深夜 大晚上的 没什么人 女乘客 然后这男司机给这女乘客免单了 对 有的时候就让人啊 容易产生一定的质疑 嗯 其实刚才听到这儿啊 我就觉得就是一个事情啊 我们应该分两面去看 滴滴的这种出现呢 的确在刚刚出现的时候 给我们的出行带来一次 这种翻天覆地的颠覆性的这种改变 嗯 的确 既方便了我们出行的同时 我们也看到了这种新兴的这种出行的方式 也带来了很多的一些弊端 刚才我们谈到了就是行业管理上一个弊端 另外就是网络大数据 带给我们方便同时 它可以抓取到任何一个人的关键因素 比如说男神 女神 职业 对吧 了解的过多 这对于我们的一些乘客来讲 或者对我们司机来讲 的确是抓取到了很重要的一些关键词 但是反过来 这个因素 对于一些不法分子来讲也会被利用上 所以呢 这个事情啊 我觉得两方面去看 但是最主要 还是我们乘客自身 应该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安心 安全意识 比如说在我们出行的时候 尽量晚上呢 去找一些熟人 比较了解的这种出行的这种方式 如果真是就是夜班 这个没有办法 看看能不能通过一种更安全的出行方式 来解决我们晚上上下班这个问题 没错啊 其实说了这个事件之后 相信很多人都觉得特别的痛心 你想 两个年轻的生命 不管谁对谁错 他们都已经离开了人世 而给两个家庭带来的这种伤害是无比巨大的 还是那句话 希望每个人呢 都能够提高自己的安全防范意识 接下来啊 咱们再换一个话题啊 换个心情 最近这个网络上有一个百度刊登了一篇特别有意思的新闻 说为什么一过了日恋期啊 这个男朋友就很冷淡 这是吐槽男朋友的是吗 对 但主要是我估计这篇文章是女性写的吧 很有可能 咱们先看看网友怎么说啊 怎么说的呢 说到七年之阳你试试我是体验过的 现在都不想谈恋爱了 这是无奈之举 有一个网友啊 第二个网友说 甚至有网友说唱上了歌 说得不到的 永远在骚动被宠爱的都有恃无恐 这个其实啊 任何的一段感情都没有办法 长期保持在一个热恋期上 这也很正常 你想想每天都像这个甜言蜜语 这是我们一种想象的一种状态 但是你想想热恋期它要付出什么 付出自己的精力 付出自己的这个经费 是吧 付出自己的时间 我们每天不可能 过得像电影里那种浪漫的爱情故事一样 我倒是觉得啊 就是勇哥你说的 付出这个那个倒是次要的 就是如果你再爱一个对方 你愿意为他每天都付出 这也是理所应当的 但是我想给大伙举一个例子啊 谈恋爱有时候就像烤地瓜 你心拿了一生地瓜 它是个硬的 对吧 然后你放在这个炉底上哗啦哗啦哗啦 就这么烤 烤完了它就变得又甜又香 但是如果就一直这么烤 你不吃它的话 一直这么好 最后归面是什么 它会糊了焦了 我觉得这个谈恋爱啊 跟这个烤地瓜的流程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爱情保鲜 就是这个地瓜已经烤的 时候刚刚好的时候 你把它拿出来享受一番 享受完毕之后 也就可以了 接下来回归于平办 你看这就是一平的爱情理论 是吧 谈恋爱的烤地瓜 跟你说谈恋爱烈恋期的时候 那地瓜还烫呢 你得慢点吃 好 接下来咱们走上街头 听听大家伙 对于这个话题你怎么看 就是 以前天天都有走啊 晚啊 然后现在就是都 消息都不秒回我 在我们恋爱之前 就很甜蜜 你聋我聋 但是我们恋爱之后呢 就真的是四个字在形容 你聋我聋 我说实际话 他一句都打不上来 就是前面是浓 后面是龙是吗 对对对 以前就是经常会关心你 说让你多加衣服多吃饭 现在就觉得 那你吃饱了就好 真的抱怨完以后 你男朋友有没有就是 做出一些相应反应 也有 我说那以后我会尽力改 改了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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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很多女生都在抱怨 这自己男朋友抱怨说 那个过了热恋期 都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自个的问题 想问自个问题比如呢 比如没有感觉 热恋期之后就是平淡期 因为就觉得就是 因为我感觉最开始 对他就是 就好习惯了 然后后来不可能 就是人不可能 一直用那个 就百分之百热情 对一件事啊 那以前有没有装女孩跟你说 初段时间对我就 没有那么好了 那就分吧 那为什么呢 你不想对他就是 再好一点 让他挽回对他 他心目中你的形象吗 那我多累啊 那个现在有男朋友没 有 初三男朋友 有故事 有怎么样 那你说说你和 这三任男朋友之间 都有哪些故事 没三人没有 就是 有几人 五人 就两个 好不开玩笑了 那这俩人 你有没有正常抱怨说 就是你不是热恋期 没有像以前做得那么好了 没有我说比较佛系吗 怎么不佛系吧 佛系就是 就是不要求 反正我 我不要求的话 他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我就是都是 对方比较主动 我不主动 你就应该对不对好 你不是说我就是 像当妈一样 该对他咋咋的咋的那种 那我突然有一个疑问 那就是我作为女孩 那如果他就是我等着 我等着 他就不来 我等不着 不合适 对于这个话题 可能是很多的女孩子 比较敏感 比如说时间长了 哎呀妈呀 她不在乎我了 你不爱我了 说实在的 就这个事儿啊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能够理解 成天啊 过得跟演电影似的 那不是什么好事 就很简单的 以前我们说的一个道理 是不是 烟花就因为 它的瞬间绽放才美丽 你天天放烟花 第一个你放不起 第二个对空气有污染 在这看的也没意思 是不是 我相信啊 可能每一个女性观众啊 通过影视剧当中就觉得 哎呀 你看人家的爱情 为什么如此之浪漫啊 但是大家伙仔细想一想 影视剧当中 尽量采用这样一个手段 就是两个人在表演他们 爱情桥段的过程当中 过不一会儿 突然蹦着个五年以后 完了又演两个人如何相爱 这五年啥样 谁知道是吧 这五年啥样 你就没事 大家伙慢慢问问一体 你就知道那五年啥样了 是吧 接下来换个话题啊 就是说很多人呢 这个愿意这个平时喝点酒 一喝酒啊 这身体总是不舒服 当然不得劲 也有一些观众问我们应该怎么办 实际上啊 其实生活当中还是有一些窍门的 都是嘛 有的人喝完酒之后脑袋疼 有的人恶心 有的人反胃 怎么办呢 二吧 各种大 蜂蜜 解酒后头痛 西红柿枝 解酒后头晕 新鲜葡萄 解酒后反胃恶心 柚子 解酒后口气 有这么多 你看 经常吃些水果就好了 这存在于问题啊 有时候咱们经常啊 三五成群聚会 都是在晚上聚会 喝完喝端片 基本都是十一二点钟了 这时候我还得找一个水果店 看哪家水果店没打样 说你给我来点水果 这一看你就不一样了 你看一般呢 去饭店吃饭的 饭店都会赠送一个果盘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了吧 因为那个水果快过期了 他送给你 解酒用的 好 接下来进入到兄弟气象站 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 兄弟气象站天天都要看 闲言少序开始说 我的快把天气马上拨 长春的天气如何往这看 雷震雨转捉云 低温时已把阳光盘 吉林每天晨练的朋友仔细听 中雨之后是小雨 小心最后把病生 四平地区也有雨出现 之后转行看好天气信息别弄窜 高高的太阳在松原挂 最高温二十四度 无需担心天气有变化 白城的天气这就来 十到二十五的气温 愿你有孕又有财 通话的小雨又来到 十三度的低温 关好门窗再睡觉 小雨的天气也有在白山 夜晚下车 集中清晨保安全 辽原的最高温度二十五 天气一般 莫要少穿才靠谱 延级到二十七度高温是不低 正雨准小雨的气候 户外最好带雨衣 转眼之间到省外 沈阳的最低温度是十六 因转多云孩子放学末要摊 玩每一个够 哈尔滨的低温达到八 雷震雨转多云伴游冷风瓜 最高温三十度的气候是北京 多云小雨 避免过热向旱征 咱们本期节目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多多宣传 咱先谢谢 今天节目一开头 咱就跟大家伙聊网约车上的事了 接下来我要说件事 也跟网约车有关系 还是跟网约车有关系 浙江有这么一个网约车的司机 叫小王 这小王这一天正在拉活的时候 一看手机APP里 啪 来一大活 多大的活 跨省 那可是长途 你想啊 比方说在市里头 你累死这活跑一天 也就挣个几百块钱 跨省来这么一单可就是好几千块钱 没错 但是一开始这小王心里有点犯个影 怎么的吧 跨省我没接过 这活的钱能不能给我兑现呢 有点存在点质疑 但是这活它还是拉了 果不其然 两千八百多块钱呢 这一活下来两千八 不到找谁要去 前不久的一天 滴滴司机小王 接到了一个长途订单 路线是从杭州到河南南洋火车站 金额是两千八百七十元 打车的呢 是三个十七八岁的男孩 在出发前 我们给平台 因为订单比较远 担心乘客不给钱 我们也拿不到钱 平台不垫付 所以出发前给客户打过电话 他说如果不是坐币订单 可以给垫付的 让我们先送乘客 我们就过去了 为了避免疲劳驾驶 司机小王还特意请了另外一名司机啊 俩人换着开车 当车开到安徽境内的时候 撒男孩说不去南洋了 改去郑州 于是他们又转路去了郑州 我们让他让乘客 给钱再走 然后他们说 但是没那么多钱回家再给 然后我们不敢放乘客走 就只能给平台打电话 他们说还是那样的 如果说不是作弊行为 他们先让乘客走 回来后他们会给垫付 司机小王返回的途中啊 一边等待 一边催着乘客付款 但是这仨男孩已经联络不上了 留下了两千多元的车费 不知道该咋整 到底这个钱应该找谁来付呢 关键是 自己还垫付了一千六百多元的 过路费和油钱呢 司机小王认为啊 滴滴平台应该为此负责 但是滴滴平台那边 却迟迟没有处理 记者呢也咨询了一下 人家说了那是有原因的 最后滴滴平台查清了事实 并且向司机小王垫付了车费 要说这以后再接单 可得涨点心呢 您看咱们开头啊 也聊了一个滴滴的沉重话题 这是啊又聊了一个滴滴的话 闹心事这是 同样的一个APP软件 咱们国家面积也大 人也多那事也多 你看同样的事啊 什么样的人都有 没错 这哥们还没找着 还没人不知道管谁要钱 好在这个滴滴裤子还垫付了 说的是可能很多啊 没使用这个软件的朋友 会有点质疑 说的一般乘客打车 不都是先把这钱 打到这个滴滴账户上 然后滴滴账户到位了之后 再转给这司机吗 这里面存在一个时间差的问题 我曾经就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我拉一个顺风车 接了一个乘客 上车之后 他不点确认上车 他告诉我说 不好意思大哥 我手机没电了 等我回到家之后 我再给你点一确认 我一想 一共十多块钱 晚上能咋的 对不对 就正常给他拉活 拉到地方人下车了 就是不给我点这个确认上车 时隔两三天打电话打不通 后来我也是实在没招了 我一看这手机点上 永远有足够订单存在 怎么办呢 我就点取消订单了 好在对方没追究我责任 反正是个闹心的事 存在着一定管理上的一个疏漏 你是作为滴滴司机 是这么看的 接下来咱们再听听观众 是怎么来看这事的 Hello 今天给大家吐槽的这件事 还是关于滴滴 首先我想问一下这三位少年 怎么你们这么有钱的 从杭州到河南 你们还得打个滴滴去 坐飞机坐火车这么多钱不够吗 怎么这钱不想先给 是不是就是等着打车钱 已经商量好了 这钱不给 然后我想问一下滴滴平台 你们系统有这么多漏洞 难道你们不知道不了解吗 近期最火的新闻 莫过于滴滴郑州事件了 而我们这则新闻里面的事情 也足以证明滴滴有很多的不足 而现在的滴滴正在整改之中 希望在一周以后 滴滴回到我们身边的时候 可以有一个公平公正又安全的平台 也希望滴滴可以借鉴其他一些平台的方式 将付款预付到其他账户中 或者是预付到支付宝中 如果一旦客户不交钱 或者是有其他一些因素 滴滴可以代为垫付 好 感谢我们观众的分享 接下来咱们聊聊吃夜宵的话题 这点是吃晚饭的时候 离吃夜宵挺远的 但是经常有加班的 尤其是上夜班的这个人 晚上总愿意点点夜宵 说北京有这么一个派出所 这一天晚上都已经夜深人静了 突然间就来了这么一份外卖 谁点了 里面是一些烤串 同事之间相互都说 小王 小刘 你们谁点的 谁都没点 那这个外卖为什么要送到这呢 送错了 还真就没送错 是一个市民送过来的 这烤串为了干啥呢 就是为了表扬一下帮助他的民警 外卖小哥说送来一袋烤串 当时我们同事问一圈 也当时没人点烤串 最后外卖小哥说 那个那一条 条上上面有特别长的对筑 那天晚上我的车在开的过程中 老是觉得这个车是不需要控制的 因为那天就我一个人带导航 然后我老公就出国了 那时好像都已经七八点钟了吧 反正那个时候天都黑了 就是有种校园关不应 就要去替不留了感觉的 我觉得第一个本能呢 反正就是给邀恩打电话 不是我们所下去 但是但是村内女士 当时全都被激动了 说话都带着哭腔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现在他冷静下来 然后我们就给他去联系 就让另一个同事 跟他打电话联系 那个相应的这个托车公司 停了一会儿 我们又跟他再联系了一下 都不就圆 然后两个地方都联系完了 没多久 他跟那个相应 就一起去那个安全的地方了 他一直在拥护我 因为我当时真的有点 冰箱崩溃了 我就觉得这个事情 我就觉得我可能会被创死了 我觉得这个事情 对我非常重要 然后后来有一天 我就在网上看到 就是有一个女的 然后给了警察买了 有什么买刹 然后呢我就说 我要给 对 我要感谢我的 我感谢帮助我的这个警察 我希望能把这个美好传递下去 挺意外 他没想到 你看这时代不同了 以前呢 咱们感谢民警都送一面锦旗 现在啊 人民群共选择更实惠了 就口串送给我们的民警 表达一下自己的感谢 这也应来的一句话 没有什么事 不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 哎 没错 人都说军民雨水情嘛 一开始我还有点质疑 我说 哎呀 警察啊 帮助市民 这是不是应该理所应当的 但是现在这是警民烧烤情 一家亲样 我觉得这是一个正能量的事情 关于这个正能量的事 我们也来听听观众怎么了 跟你说这事真是太有害了 咱这个大姐 深夜来给小哥哥送了个外卖 人大姐说了 本来想送个奶茶 奶茶店没给机会 奶茶店关本的 给送个串 人家小哥哥深夜录个串 完了你这个外卖 我看了这外卖 还写这么露长一串呢 全是感谢这个小哥哥的 哇 我就觉得人间真是有真情 有爱啊 还是好人多 这个小哥哥 真是给咱中国警察掌脸 虽然不在人管家范围之内 但人这事给你办得 明明白明白 立立所说的 再一个我说咱大姐 大姐真是 是一个挺懂得感恩的人 好 这件事确实是挺管心的 还有人大姐就是 就是啥事都想到妖妖脸 想到警察这个事 这个辅助是非常正确的 接下来共同进入我们下一板块 名字叫做世界很奇妙 贼拉想不到 世界很奇妙 贼拉想不到 别人的女朋友迟到以后 大家是这样的 怎么每次都迟到啊 高跟鞋脚痛啊 你也不恐怖人家 服务员点菜 点菜服务员 你的女朋友 却是这样神的 你看什么啊 看 每一次都迟到 运动鞋脚好痛啊 你也不逢逢人家 我真是受够了 我要离大夫走 我走了 这童子真是要走了 我告诉你 我是不会心软的 一个钱 这童子都迟到 这童子都 你把我带起勾罩了 快去 看看这个你就知道 什么叫做 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 是爸爸的透心凉了 老婆 你再给我点零花钱吧 一个月五十块零花钱 真的不够 我连烟 我快出不起了 我快出不起了 我觉得我爸 会打我零花钱的主意 好 妈妈帮你管着 是 看什么看 赶快吃饭 吃完轮回刷碗去 当你女朋友犯错的时候 你该怎么做呢 当女朋友跟你说她错的时候怎么办 你这个时候可能在想 哼 小样也有你错的一天 这次肯定不能轻易饶过你 但是兄弟 天道好轮回 谁能饶过谁 毕竟你错的时候 比她错的时候都多了 下次你错的时候怎么办 她可比你男虎多了 全横并 所以说你再这样 女朋友绝对不会错 如果发现有错 也一定是我看错 如果我没有看错 也应该是我的错 她女朋友犯错 如果是女朋友错 既然她不认错 那就是我的错 如果你朋友认错 我还认识有错 那都是我的错 总之女朋友不会犯错这的话 一定不会有错 这回知道为什么你怎么错错了 一挂大士要出发 车上坐独火花 牡丹百合小翠花 还有玫瑰霸王花 真是要干好呀 美女组团帮忙了 公共新闻频道 第一报道 听出大型中立 即时帮助 生活服务 互动娱乐交易 相亲群情 开业庆典 祝福类网块 无果惊喜 我是母甘花 你有愿望 我帮您缘 我是百合花 亲子教育 爱老助蚕 我来帮您 我是小青花 设计杂事 离短家长 我帮您忙 我是玫瑰花 情缘一线 我帮您亲 我是霸王花 适合游乐狗 找我 发愁 我们是无果惊喜 我们是无果惊喜 健康诞生美丽 体育 分享 荣誉 东北兄弟 欢迎回来 提醒大家伙 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 别忘了扫描 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之后 只要您发送一张 您和电视屏幕里面 主持人的合影过来 就有机会获得 我们节目组送出的礼品了 好 我给大伙说一下我们的礼品 都有什么 每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 给大家赠送中太阳馆 500元的潜水门票 还有光之密码与未来游乐园 提供的门票 有迪利亚推出的 吃法式黑松露粽 赢迪利亚黄金粽 就粽吧 是吧 对 69元的粽子礼券 您说黄金粽给我下一条 我以为个牙子是吧 没事 大家伙 可以去尝试尝试吗 还有长春应平医院 给我们丰盛医院 给我们提供的健康体检卡 感谢大家 对我们东北兄弟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 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